而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在週六正式開幕 現場湧盡了大量人潮 而活動現場除了可適喝 還能欣賞演唱會表演 南投現場也希望透過活動 促進全國茶產業 打響國內外的知名度 一年一度的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在五號登場 現場集滿人潮 相當熱鬧 除了有適合活動以外 還有演唱會活動 特別邀請到人氣樂團告舞人 到現場演出 也有充滿傳統文化的民歌演唱會 有來過茶博嗎?對茶博印象怎麼樣? 每年都會來 是什麼年期? 變成我們家的習慣吧 就是每年有的話 都會來試喝一下 然後買好茶回去 現地十四屆的世界茶葉博覽會 今天正式開幕 在這裡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茶商 跟我們很多的農民朋友 大家共同響應我們的活動 所以再次的歡迎大家 在十月今天開始 到十月十三號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 南投縣政府所辦理的 這個世界茶葉博覽會 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從二零一零年第一屆開辦至今 已經邁入第十五年 南投縣的茶葉種植面積廣 茶葉種類多 加上觀光資源豐富 縣長也希望透過活動 促進全國茶產業打響國內外知名度 記得登入城南投報導 這邊十日快樂 先來打包 到今後